大家好,我是燕子,教老铁们在家里做又白又鲜的豆沙包 咱们按照下面的教程去准备材料 面粉半斤 放上白糖、酵母粉、泡打粉 然后咱们把料都搅匀 放入温水140克 很多老铁不想在面食里添加泡打粉,也是可以不放的 把面或均匀或细腻 然后咱们拿在案板上 像燕子的手法这样,去来回给它揉捏,揉捏到光滑一点 然后咱们醒发 盖上袋子,醒发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 直到它面发起来 这个时候咱们准备豆沙馅 燕子买的是成品豆沙馅 将醒发好的面粉,咱们拿出来一定要排气 把发起来的面粉排气,揉光,揉细腻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你的豆沙包做出来口感好不好 白不白,细不细腻,全靠哪一步 然后咱们下剂子50克一个 然后再向燕子视频当中的手法再去揉 这是豆沙包白细腻的一个最关键的手法 咱们将揉好的面轻轻的给它传成一个圆形 备用 在观看视频的同时,别忘了你的小红心 擀剂子中间略厚,边沿略薄 把准备好的豆沙馅放进去 然后咱们像包包子的手法给它包上就可以 也可以用虎口的收拢法 包好的豆沙包它略扁,它不是特别的挺立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要在案板上给它,给它传一传 给它传的稍微高一点,这样就可以了 踢上刷油,摆入豆沙包,自然醒发 盖上盖子,不要让它不干嘛皮 醒发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咱们加入开水,直接上锅蒸 上大气以后,咱们计时10分钟 10分钟之后关火,再焖2分钟 这样又炫又白的豆沙包就蒸好了 老铁们别忘了你的小红心,别忘了评论个666 感谢老铁支持,又白又轩